每個人都遇到 但你會遇到 可能想說老師我要變英文版 可以啊 很簡單 怎麼變英文版 一 把它關掉 二 再把它打開 再把它打開還是中文的 那怎麼把它變 這個英文版 其實非常簡單 把它拉出一個捷徑 應該會拉出來 按右鍵有沒有 建立捷徑 第二步按右鍵內容 第三步把原來的這個執行 有沒有 它不是執行它對不對 後面多加一個參數 就是在這個執行檔後面加一個 空一格-NL 空一格1N 主要是這個 這邊空一格 NL 1N這樣子 放在哪裡呢 放在捷徑的右鍵 這邊有一個叫 目標吧 後面這個地方 那你改完之後 這個時候呢 剛才我把捷徑的名稱改成英文的 這時候呢 你再去讓它 打開來之後的話 各位看一下 應該沒有意外的話 它會是 這個英文版的 有沒有看到 選擇 有沒有 這英文呢 按確定 打開來看一下 好 OK 我有點點慢 好 這就是英文的 那如果你喜歡用習慣啦 用英文就用英文 你習慣用中文 那你就不用改 OK 第一個 這應該沒問題吧 第二個的話 就是要把字放大 不過這等下再看好了 因為這 我們還沒寫個專案 那你們希望哪一個版本教呢 我們來投票表決一下好了 要用英文的請舉一下手 兩位 那用中文的請舉一下手 好 請 看起來好像 中文版的比較 不過我覺得沒有 應該 就位置部分 沒差啦 反正就是 書是中文英文 書大部分是中文 書是 英文的 有英文有中文的 比較後面的會有中文 那沒關係啦 反正就 因為我其實說 在用久了 大概就差不多了 意思 大概懂 我想沒有差太多啦 那 剛剛好像看舉手 比較多的人是 中文的 他就 用中文的 不過如果 國際的話 銜接他用英文 會比較OK 中英對照 中英對照 好 那不過沒有關係啦 反正這個上面的東西 看久了 應該你就會認識他了 再來就這些東西 好